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以色列到底采用什么方式找到的汉尼亚的住处 尤其是能确认它的房间位置 以色列现在传出说是用 应该是社交软件渗透进了相关的伊朗的 应该是社交媒体当中 根据黎巴嫩他们的记者说 以色列情报机部门利用了一个叫WATSAPP 然后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识别出了哈马斯的政治局负责人哈尼亚 说这个WATSAPP说就端对端的加密保护 可以越后计分 说是号称世界上保密性最好的一个通信软件 但是如果被人利用那就不一样了 说这是一款扎克伯格的软件 扎克伯格是什么人 黎巴嫩的媒体说 以色列借手机中嵌入的这种软件 发现了哈尼亚所带的房子 然后从无人机上发射回弹 说入侵哈尼亚个人资料的恶意软件 是以色列的一个公司开发的 NSO Group 这个软件上黑客就可以访问消息 照片位置数据 甚至可以控制手机的摄像头和卖方 然后这次就直接确定了他的房间 据此前的消息说 以色列通过他的人工智能识别系统 系统一直在加沙识别巴勒散人 所以现在看 这已经是人工智能在进行 这个降维打击 咱们上去谈了 伊朗现在对以色列 其实以色列就在降维打击 24年4月时候 以色列的 以色列时报就说 以色列正在使用一种叫 LAVENDER的人工智能腐蚀系统 抓这个嫌疑人 目前看 不排除 这只是他一家之言 但是也不排除 以色列使用这种高科技人工智能来识别 但目前看 也确实 人家成功了 伊朗确实现在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他到底对手是怎么杀的 现在跟咱们 咱们现在知道的 估计也差不多和伊朗 现在知道的差不多 他也正在猜 到底是怎么打 据说导弹是在驻托附近发射 而且有人现在做出图来了 说保镖泄露的信息 伊朗现在已经关闭了领空了 防空系统已经部署在德黑兰市中心了 这话就非常明显 准备报复 那就是说我报的时候如果你要再对我动手 那可能这个要升级 伊朗公布了多份航行公告 说向机组人发出有关领空飞行危险通知 就是8月1号起 伊朗上空已经禁止飞行了 原因是在指定半径内有决认行动 这个指定的半径范围 航行公告有的其实说是凌晨2点30到早上6点30 以色列人现在认为说防空系统部署在德黑兰 主要是防以色列空袭 伊朗的媒体现在认为 主要是哈尼亚哀悼仪式告别仪式 就是现在要做防空部署 就是说他们担心以色列会利用这次纪念仪式 对谁?对哈梅内伊动手 哈梅内伊写定要参加这次 咱们说广场的纪念仪式 这个时候对你既然能够弄哈马斯的人 哈梅内伊出席 德黑兰确实不安全 不过现在看 纽约时报之前消息说 伊朗预计会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 回应伊斯美尔阿尼亚的暗杀行动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以色列 也有可能对伊朗的最高领袖动手 所以现在伊朗做万全准备 这个命令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做的决定 所以现在看 以色列不排除 最终是把战火引向伊朗 伊朗的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当天在X上也谈了报复 他明确说 伊斯兰共和国内境内 发生这种痛苦悲惨的事件之后 我没有责任报仇 目前看 报仇是铁定了 但是伊朗在做最坏准备 如果要升级 伊朗要保哈梅内伊 全球其实现在 全球现在有两套方案 在中东解决方案里面 那现在看 以色列现在既然已经是开始动手了 那就全球只剩一套方案了 原来是两套方案 美国和中国的 现在只剩中国的方案了 这两家这个方案 其实是以美国为代表 那个停火方案 那个停火方案 这个现在是破产了 因为美国现在没法控制伊斯兰 看到了吧 他控制不了伊斯兰 那这个美国的方案 就非常明显破产了 那现在世界上只剩谁 只剩唯一选择就是中国这个方案 美国人无奈 现在被以色列捆绑啊 就是逆着捆绑 那这是中东现在看的 唯一的一个可行性方案 只剩中国这个解决方案 中国解决方案是什么 这个两国方案 叫巴勒斯坦建国 以色列要打巴勒斯坦 那就变成什么 变成像啊 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入侵了 这等于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入侵了 只有这种建国两国方案 才有可能啊 我觉得才能解决中东现在乱举 那现在看既然这个以色列动手了 那就很显然 他已经是啊 就告诉全世界 包括中东人民了 就只能选择中国罢了 咱们讲降维打击啊 伊朗面对这种降维打击 我现在怀疑继续啊 还会有这个更大的损失啊 这个哈马斯郑林尔 这个哈尼亚现在这个案件啊 据说呢 这个据说现在很多以色列人认为 借这个机会啊 既然我们可以这么干啊 借这个机会就彻底清凉 所以现在看其实还是考验什么 考验这个啊 考验以色列啊 包括中国 包括美国 俄罗斯 能不能抑制了以色列 多名加沙的这个 巴勒斯坦人现在表示愤怒 但是啊 这个 现在看没意义啊 就降维打击 就当年中国这个 对吧 曾林信啊 再怎么牛逼啊 面对机枪也白给啊 极可危这种局面啊 哈马斯和伊朗的态度都很强 目前看呢 后续很多人说不排除 有更啊 更严重的问题啊 现在看哈曼尼亿安全啊 哈尼亚对死的这个 我觉得他对死的态度 他已经早就渲染了 他并不 他说自己的命运啊 自己的命 其实他子女的命运 命啊 都不比普通的巴勒斯坦人 要贵 意思就是说是 就早就做好牺牲准备了 以色列通过这件事 证明了啊 自己可以降维打击伊朗 那说我能打击哈马斯领导人 也就是针对伊朗 针对未来啊 很多这种伊朗的代理人 他就有直接这种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直接立威了 啊 那就说可以无视伊朗啊 将 等于是将伊朗逼到死角 也就证明了伊朗无力庇护 这些所谓的 啊 抵抗力量 啊 那就是说这个伊朗 也并不想卷入这冲突 不希望和以色列 直接发生大规模冲突 所以呢 啊 以色列清除这点 所以他有失不恐就直接动手 啊 换句话说啊 还是伊朗在上一次的大使馆实验中怂了 啊 以防在伊朗江口发动这个对伊 啊 重要盟友的军事行动 挑衅伊朗意味非常明显 啊 尤其是 这个 这个侵犯中心 这个让我想到什么 一个台海 一个什么 一个当年这个张作霖啊 就是东北王张作霖被 啊 黄河屯被炸死 也是用也是用这种暗杀行动 啊 其实你看最后结果啊 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为什么这么做 原因就是什么 原因就是对手有恃无恐啊 日本也好 包括 我为什么提到台海啊 因为我们在这个 这个佩洛西窜台的时候没有动手啊 我们现在没有动手啊 会不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啊 你这个啊 认从呢 后续是不是啊 这个菲律宾人挑起 挑起这个南海了 就一系列现在看啊 其实都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好像你不愿意发动 战胜 不愿打 那你既然不愿意打 那很多人就可以啊 就是以色列现在看就是有识无恐 我就可以在你首都啊 采取这种行动 这是一个坏的开头啊 整个的对暗杀事件啊 这个哈马斯态度非常强硬 美国呢 美国也很强硬啊 这是一个温和派人居然被干了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着以色列就不准备再谈了 据说这个受到噩耗的时候呢 哈梅内伊也已经震 也是十分震惊啊 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宣称对这次负责 到目前为止啊 哈马斯说这次是以色列空袭 但也没有做出 以色列方面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现在看呢 这个伊朗啊 也拿不出任何证据 就说这个就彻底的降维打击 我讲过一次啊 就是高穿速导弹啊 高穿速导弹打击目标就是这种降维打击 对方根本就发现不了 啊就像这个G20在台湾啊出现的时候 他根本就根本就没有没有办法发现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真正啊 我觉得这种降维打击啊 现在大家看到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啊 就形成这种呆杀 我们中国人啊 我们中国人现在这个实实在在可以感受一下 当年张作霖被炸啊 包括当年这个这个清末当年和这个西邦列强啊 当年对抗是什么状态 你想打吗 连对手用什么招著打你都不知道啊 对手用招牌啊 对手用招牌啊